瑞士赛之旅结束 李莹莹一动作值得称赞 中国女排到底输在哪点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瑞士女排精英赛第五名争夺战结束 第一局中国队18-25输给土耳其队 这是为什么 中国女排第一局主要输在异传以及心态 土耳其球员的发挥比较稳定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古得地的排兵布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我们的异传失误送分太多 很多细节都没有做好 导致以18-25开局不利 四局 中国女排姑娘们以25-16颁回一局 这个比分确实令人满意 这一局他们主要赢在发球 对土耳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打成调整攻之后 凋零鱼与正义新配合的相当好 显然 土耳其对于中国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有些手忙脚乱了 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战术来打 正义新在第二局的发挥非常好 信攻的手段也非常多 相反 土耳其完全就是跟着中国队的节奏在打 最后以16-25的大比分输掉一局 在准备第三局时 古得帝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凋零与跟杨涵玉的配合也还不错 虽然杨涵玉有的球没有直接打死 但整个的配合还是挺好的 而在发球这个环节 他们并没有像上一节那样有威胁力 或许是体能出现了问题吧 事物较多 队员们的精力也不够集中 安家节暂停时 叮嘱球员要将细节抓好 暂停后 姑娘们在网口求得了两分 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土耳其也比较拼 就这样你一分我一分 来到第三局的尾声 中国队的一传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队员们的心还是不能够平静下来 攻势可以的 但一传的问题让人捉急 两队的比分也就只差两分 就在这时 安家节派上了新人发球 结果令人失望的是发球不过往直接丢分 解说表示 安家节这时候派上新人 锻炼的价值非常高 高是高 但也要看形式的 比分还在落后的状态 这时候上新人着实让人看不懂 土耳其的后排防守超强 质量非常高 而中国女排还是一如既往的一传不好 这也让安家节很无奈 在暂停时一直在提醒球员们一传的问题要保证 在土耳其拿到局点后 中国女排连追两分 古德蒂赶紧叫暂停 暂停过来 中国队得分未能延续 最后以23到25再输一局 值得一提的是 在首局 李盈盈的一记暴扣插点击中 土耳其球员的头部 幸亏她躲了一下 球也只是击中她的头发 秀连站在场边的教练也被吓到了 这时的李盈盈连忙向对手赛索理 真有礼貌 点赞 另外 土耳其以三到一战胜中国女排 取得瑞士女排精英赛的第五名 恭喜她们 同时也对中国女排表示鼓励 区别的预定 这些预定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